茶道是传统的中华文化历史悠久 月印杯全国泡茶比赛 热情在高雄三旅大学来举办 来自全台34位茶艺的高手参赛 形容年龄最小13岁 选手必须熟练各种泡茶的方法 借由比赛竞技切磋 让茶文化继续传承 参加泡茶比赛的茶艺师 每个人都按照步骤直起茶壶 仔细冲泡 不仅神情淡定 从容优雅 动作更是谨慎仔细 为了提升台湾茶文化的特色 屏东月印清江文创协会 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泡茶比赛 今年是选在高雄参旅大学 来自全台34名品名泡茶高手齐聚 既有比赛相互切磋 也让茶文化发扬光大 我们的选手已经从最小13岁 到最年长17岁之间的一个非常高 Range的一种参与者 那也有来自海内外不同国家 包括新加坡跟我们台湾各地 再来就是说我们一直所坚持的 武士泡茶加上热灵组 尤其是热灵组在今年可以独立成为一个组来竞赛 参赛人员当中年龄最大的77岁 最小的只有13岁 泡茶年龄都在五年以上 除了期待以茶会友 更希望学习泡茶技法能够丰富人生 我从四岁开始学 然后学到十岁 已经学六年了 茶道让我可以就是脾气好一点 然后安静一点 可以安定我的心 让我的生活层次更高 那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很生活化 很平常 每位参赛人员必须熟悉小壶 双杯 茶碗 盖杯 倒提凉等五种泡茶方法 由于有一定的程序 茶医师要泡出一壶好茶 不仅茶叶品质重要 移荣举止 泡茶时能否定下心来更是关键 高雄参与大学特别开设了认证班 希望培育更多优秀的品名高手 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参赛者 以及所有的支持者 那由于你们的热情跟努力 那让茶文化茶产业得以发扬 得以新活相传 茶叶感官品质 初级的认证班 我们将要开设 那很多的茶人就不用跑到中部北部 因为我们是南区唯一 茶开场认证的一个认证中心 跟一个学习场地 另外泡茶比赛也结合了校道体现 来表达尊敬师长及感念父母的恩情 岳印千江文化创业协会表示 藉由推广品茶文化 切除茶意 沉淀心灵之外 也能够拉近情感的凝聚力 让台湾的茶道文化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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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